确定守不住了 府院拍板定案 要松绑美猪开放到台湾了 而且要开放30月龄以上的美牛也进口 对于这点呢 看美国是非常的欢迎 副总统彭斯就立刻写了推特说 台湾的决定 这就是川普总统实现了 他对于广大美国农民 跟美国这个国家的承诺 而且呢 这可以带来台美之间 更多未来的合作关系 美国当然相当欢迎 而且这个时间点 就是在美国共和党 开全国党代表大会的时候 蔡董统就确定对外说明 台湾是要接下来开放美猪的 先请教一下张老师 开放美猪当然换东西 那台湾当然希望能够跟台美之间 能够FTA讲了这么多年 你认为终于有进一步的台湾开放 那就可以换得到台美之间的FTA吗 或者还没有到FTA 前一步往前推 提法自导可以没问题了吧 我想应该这样来看 如果美猪从美国角度来看 美猪不开放 那BTA或FTA连谈都不用谈 那美猪开放之后 是不是一定就能够所谓有BTA跟FTA 那这个倒是不一定 它只是开启的所谓机废之窗 那第二个来讲 我们要分很清楚的 我们听众一定要很清楚 两岸所谓的 两岸的谈判跟美台之间的谈判 是不一样的 那以我们过去是不是一帆风顺 以我们过去跟所谓的美国方面的谈判 那美国方面它是一个什么 它是一个大国 它是一个在经贸上 它是一个所谓资助比较的 这跟我们当年在两岸谈判是不一样的 两岸谈判的关系是什么 谈判是很有特色的 北京基于所谓的政治方面的考量 还什么 还想对台湾方面 包括说一部分的让利 来争取台湾的民心 那我们讲说让利让什么 其实FTA也好 BTA最难谈的是有关于农业的问题 农业的问题跟弱势团业 跟服务业这几个是最难谈的 所以我们常常只能讲说 美台关系如果能够进到谈判桌 这当然往前迈出的关键性的一步 但是美台将来 未来在谈判桌上来讲的话 其实困难才是开始的 以美国对农业方面的所谓的精准度 美国方面将近200万农民 他可以养活10亿人的 那以美国方面对服务业的 这样的所谓的卓越态度 那跟大陆服务业完全不能比的 所以大家可以想象到说 将来所谓的美台之间 如果正式进入到所谓的谈判桌 不管是谈BTA 谈FTA 其实台湾方面的考验才要开始 特别是对那些服务业 对那些弱势产业 对台湾的农产品 包括所谓的智慧产产的问题 那之后我们要做好 各式各样的准备 因为从过去的经验当中 美国确实他不会做台湾统战工作 因此在经济上 是不会有任何的让步空间 所以啦 不开放美术 门都没 但现在开放美术 有门但没谱 就是没说一定给你 补充一个资讯 韩国跟美国谈FTA 从2006年2月开始谈 然后到2011年10月才通过 5年半的时间 那美国的程序是这样 各州要提出要求 对 然后UST就贸易署要汇转 汇转 那我跟这样美国贸易谈判的资料库是全世界最完整的 它所有的市场各国的资料都比较过 那我们谈判的有多少人 你要去对抗这么可怕的一个资料系统 所以谈判起来是很辛苦的 所以郭委员已经帮接下来谈判的蔡政府稍微做了一个疏通了 大家了解其实不好谈 行政院的问答机也直接讲这个问题 所以大家不要说好像这件事就直接就是FTA了 不要这样联想 对 不过媒体会直接把他做联想比较快 因为难度很高啊 来这个是不是 昨天不是今天是 反毒牛 反出卖 反欺骗 前面是蔡总统 旁边是游锡坤 我特别找了一下 里面没有郭委员 这是当年民进党上街头 这个时候不是立委 然后这个呢在立法院开始记者会 无能总统黑心内阁 马英九 黑心内阁当时应该是 陈冲吧 陈冲 差不多应该是陈冲的时间 只坚持领检出 要不然门都没有 美朱不准来 所以帮马英九 帮陈冲最后做平反的 还是贵党 还是民进党 其实这个翻旧案 那我们如果把国民党当时的话翻出来 那现在刚好朝野颠倒 是完全颠倒 这个当然是台湾政坛的讽刺 是 这个我也同意了 就是说我们现在是讲当年 在朝的话 那国民党现在是讲当年在野的话 不过就说现在 确实有两点 有两点确实时空条件不一样 第一个就是说基本上 后来大概联合国通过了那个标准 就Codex 就零检出是不可能的 它有一个微量 微量标准 那我们现在就根据那个标准来落实 所以我们是有一个国际标准在 也不是自己掰的啦 那第二个当然就是因为日本跟韩国都通过了 我说美租啦 那中国坦白讲因为非洲租人的关系也做特案购买 那当然我知道了中国俄罗斯跟欧盟还没有通过收肉筋 这也是一个现实 那可是就是说台湾绝对不是 台湾大概是亚洲除了中国之外是最晚让步的 除了中国之外 大概CPTPP所有的国家大概都通过了 那你去想 所以还好有民进党所以最后才让步 也不是啦也不能 你如果要这样讲我也同意啦 我也讲一个政治上的实际的状况 马英九在2012年 因为在选举的时候不是美国让台湾免签嘛 你记不记得 结果马英九当选之后才第三天 美国就来要美牛了 你记不记得 所以马英九就是在2012年那个压力下 去处理美牛这个议题嘛 那也是满头包啦 他那个时候时工条件比现在还不成熟 对 那小英 因为美国现在跟你各方面的关系都这么密切 包括外交啦 军事啦 还有经贸的关系啦 那选举期间反送中 基本上还是跟你站在一边的 那你5月20就上任啦 到了8月都还没有回报对方 我的意思说 这个就是美国的政治的搞法啦 好 简单来讲 郭委员口中的民进党 与时俱进 时空环境背景变 其实这刚好凸显 台湾的国民党跟民进党 最后都必须回应美国的压力啦 不过当时就是马总统是无能嘛 然后陈聪是黑心 这张可能可以给郭委员 因为你刚刚讲的是完全做这张 对对对 上面就是可以给大家看一下 民进党说这是叫做 坚持国际标准 跟科学根据 科学根据 都是两套 可以说服台湾民众嘛 对不对 对现在这样讲 那请问为什么会这个 为什么教育部说不能吃 不用 既然东西 我知道 你讲的国际标准跟科学根据 为什么教育部说不用 这个叫做客观跟主观的落差 就我们客观上 我们说这个是根据国际标准 跟科学根据 可是真的进来你敢吃吗 你心里就怕怕的嘛 这个就是我们叫主客观的落差 那尤其是那些学生的妈妈 那他当然会担心 我提一下 我觉得现在不打岔科委员不行 因为本来 这是在5月19号上报 他们所公布的一篇文章 这个文章也是台湾出去的一个 刘美的博士 现在还在美国 他写了一篇文章 他有谈到为什么 那个刚刚讲的微量标准 就是在WTO 对 他说当时就是美国有两位 一个是农业部的副部长 另外一个他们的委员会 这两个人 一个人是美国牛肉 美国牛肉协会的这个理事长 当了8年 另外一个呢 是这个莱克多巴胺公司的董监事 后来他当了美国的农业部的部长 所以他第一个为了他们的 莱克多巴胺公司的利益 第二个为了美国牛的利益 所以他们当时在WTO 给这些他的国家 施加很大的压力 然后连续投了两次票 后来逼到最后不记名投票 投了两次势均力敌 所以后来的决议是 定出10PM 作为这样一个标准 但是并不是强制性 所以欧盟还是规定 我是零检出 那换言之也就是说 欧盟的立场很简单 医学的证据告诉我们 他有副作用 而且吃了会心剂 而且还有很多的副作用 因此 他的内脏都不能吃的 大家看新闻 你就自己注意一下自己吃的吧 不过我也看不懂 就是2012年刚刚 郭元提到了美牛的事情 马英九 就是因为有了美签之后 他也面对了美国的压力 对 但当时我记得 台湾是要 立法院要修法的 是要修食品卫生法 对 那这次蔡总总讲说 直接动用行政命令 行政办法就可以了 不用立法院修法 因为那个时候 他就定了一个 萊克多巴胺的允许标准 我们现在只有follow他 然后美牛的部分有更变 那是因为美牛 美国2009年查出狂流症 那那个时候 有一个国际的一个规定 就是说要10年内 不再有病例 那才能够脱离这个规范 那美国在2019年都没有病例 所以他今年2月 狂流症就脱离了 那个患病区了 所以为什么可以30个月以上的美牛进口 这个都完全符合国际规范 回到我刚刚的问题 我刚刚想说 为什么蔡总总可以决定用行政命令 因为满酒已经修完法了 没有啦 这个是猪欸 这个是美猪的部分 他说用农委会跟衛福部的相关行政办法 对 没有规范 没有我要强调一点 是的 我们并没有法禁止这个东西进口 是用行政手段禁止它进口 食品卫生法并没有禁止 瘦肉精的肉品进口 是我们用行政规范 比如说我们的农药标准 农药标准 就是农委会定的行政标准 有一些不一定是法律 是行政规定 对 他现在就是当时的 像10PPM 就是用立法去修食品卫生法 对 但是现在美猪的部分 这个数字就没有啊 那按照过去的话 不就应该要 一样用法规出来吗 现在是变成是用 还是用10PPM 美猪也是 是啊 是啊 当然是这样啊 没有 他现在不修法 我觉得他第一个是在于 帮民进党的这个选区的立委解套 因为你屏东的立委跟云林的 还有云林的 其他的地区的立委 你这个民进党籍的立委 他怎么跟他的选民做交代 所以他避开修法 就是免得 蔡老师 没有 一样受伤 避开修法 第一个就是避免战线拉到立法院 而且逼的这些 避免战线上街头 对 避免战线上街头 避免战线在立法院 避免民进党的这些立委 政权倒戈 可是我觉得他埋下一个伏笔 这个伏笔在哪里呢 你对于台湾的农民养猪妇来讲 他怎么交代 台湾的农民养猪妇 他到底可不可以用莱克多巴胺 台湾的农民养猪妇 现在一定是非常有情绪的 如果说在野的蓝营 国民党要去操作这个议题的话 应该是好操作的 非常好操作 三位来宾 已经要去操作了 三位来宾帮我请教一下 你认为现在在野监督的国民党 有当年民进党这样的力量 让他变成一个社会舆论的运动吗 有没有 有没有这样的力量 现在的国民党 我们我不能贬低在野监督的 没有 所以大家也不用抱太多的期望 我们这一片刻马上回来